鬼哥的攝影棚 哈囉大家好我是Lian 鬼哥 那今天我來到了鬼哥的攝影棚 主要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前幾天我們在坟廠取飲料這部影片 那這一個影片其實是由我跟 太宗廷他們企劃一起製作而成 那當下其實是因為 發現台灣其實很喜歡 泰國的這些佛牌聖物 但因為這些物品都是在泰國製作 並且都沒有使用到台灣的一些飲料 所以我們就想說這一次 既然他們要做這個帕英王 那我就提議說 要不要試試看用台灣的粉土 跟粉草這些飲料 所以當下我們才會一群人整個團隊 帶去那一個粉場 然後去取這些飲料 那鬼哥像我們這樣子一開始一進去的時候 其實像師父他們都有做 一些拜拜啊就是比較 禮貌性的問候 你對他們有什麼了解嗎 其實你看他們南傳佛教跟台灣的一些宗教 有很多的雷同之處啦 包括你像打招呼的方式啊 他們的拖鞋的這個動作就是 捷徑的表達方式 就是因為我們常說 進廟裡面要進身啊 或者是女生有月事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怕不乾淨所以才不能進廟 那他們這個舉動跟台灣的這些習俗 其實都是有類同之處的 那當下就是我們進去到 坟墓場之後師父他有先 看了第一個坟墓 那當下他們是寢視完 坟場的那個主人之後 師父是說主人就是沒有回應 就是默默的在那邊 師父現在拜拜完 所以我們就去尋找下一個 那在當下其實師父就有說 在底下的那個梯子路口 他發現那個地方的林力特別強 所以其實當下師父就有說 打從一開始師父就已經知道 那個梯子路口其實是 有一個很強大的林力在聚集 那後來我們就是去土地公那邊 在那邊他們就是一樣 我們整個團隊都有寢視 土地公跟萬英公 然後師父他自己就獨自拿著一支箱 走到旁邊 這一段沒有收錄到 因為當下他自己走到旁邊的時候 我余光有瞄到 但是我在拍攝團員在拜拜的過程 然後突然間就聽到師父 發出一個哭聲 乖哥那是怎樣啊 那是怎樣 應該是有人靠過來 你看狗在叫啦 我們要去找土地公 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要去找土地公 在那裡 我們要去找土地公 在那裡 我們要去找那個泥土 在那裡比較好 哦 在那裡 然後他只有那個土 粉圖在那裡 那 然後等我看到的時候 他的那個阿戰隊 他就已經開始在被附體 然後他指引的那個方向 我們過去的時候 剛好看到就是兩個被破壞 然後沒有照顧的墳墓 目前阿戰隊已經上去 剛才有上他身的林 跟他說的位置 然後這一個位置很特別喔 這邊我們之前 並沒有走到這裡 欸 也太玄了吧 裡面有墓耶 不要跨過去 你們不要跨過去 之前我們來沒有看到 那個地方其實真的還蠻玄的 就是 當師傅他被附身之後 他是用一個很詭異的動作 然後就是爬起來 指著那個樹林的方向 然後那個方向是 之前我第一次跟教頭還有Kim去 還有第二次帶鬼面去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走進去到那個樹林裡面 當天我們進去的時候 卻發現 那個樹林裡面竟然有兩個墳場 然後鬼哥就是有發現 那兩個是被破壞的 現在師傅在這邊挖墳土 這個是有人的咧 蛤 有人的咧 對啊 它下面是站著 站著那個屍體的 所以在第二集的時候 鬼哥就有說了一句話就是 難怪他們會找上門 就是 他們是主動去找上阿戰 去取那個圖的 對啊 靈體找上師傅 大部分都是有事情想講 他可能認為他的家人 然後沒有去照顧他們 或者是他們有話要說 請他們代為轉達 就是他們可能有問題要講 比如說他希望他的子孫 要來整理他的墳墓之類的 墳墓的主人要怎麼跟這些 泰國師傅溝通呢 其實他們講泰語是他們本身 那他們跟靈體溝通呢 是不需要語言的 大部分都是用 腦波互相傳達意思 腦波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情境化呢 有點像做夢 就是他 只是顯現一個情境給你看 所以是不需要語言的 他是不是有傳達給阿戰啊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那所以當下因為 他已經指示說是在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去 然後就開始挖取一些 墳場周邊的墳土 然後後來其實我們取完土之後 接下來緊接著是要取那個墳草 然後我們就往下走嘛 我就想說帶他們的團隊 一起去看看之前鬼哥覺得有狀況的地方 那誰知道一進去之後 阿豪頭開始先暈 然後阿豪就用泰文問阿戰穎 問問看他有沒有什麼感覺 那阿戰穎也跟他說他下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也是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然後他有摸他自己的刺青 他就有說他們有刺那個法律刺青 所以當有靈體靠近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法律刺青會做一個抵抗 所以他們忍會不舒服 兩個人暈暈這樣 然後還冒冷汗耶 那你快露什麼麥地咩 啊 當天彈龍馬了 露似的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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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他們師傅 因為我們本身有紋身 然後我們來這種地方 他們是屬意螢ula 因為我們吉祥如1 那種噴緊紋 誤助我們 然後來到這裏 因為那個東西 是我們看不到的 但是感覺到不舒服 然後後來 阿戰影就叫阿戰隊 幫他在 那一個地方 直接做一個處理 那就是幫他加持 然後當下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阿豪 他身上有吃哈魯曼 我們是到整個過程結束之後 我們才知道原來他有吃 所以當下他幫他加持那個經文 選擇在那個地方 就是像你影片所說的 那個位置是一個 磁場比較好的地方這樣嗎 那邊是一塊風水地 就是那邊的氣場比較好 但是那一天靠近阿豪的 並不是那邊的人 就是那個墳場的那些靈體 我們在走過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可能這部影片沒有拍到 我們在走過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他旁邊是一大片竹林 可能是那邊的東西靠過來 就是所謂的外靈 那阿豪他當下就是被 師父幫他做一個法力加持之後 大概就是說把這些靈退掉 然後他就是幫他加持身上的 這個哈魯曼的經文 然後他突然間整個就 有那個動作的時候 他算是因為 他是哈魯曼然後加持 等於是哈魯曼的經文的法力上升這樣子 對 幫他的刺心做一個激活的動作 用經文幫他做一個激活這樣子 嗯 如果他不把那摩不太陽 他不可以把他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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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是會痛 敲完一站起來人就軟掉 然後師父就趕緊拉住他的背後 然後吹一下 似乎就好像讓他整個人就平息下來 然後後來阿豪就說他整個人就比較舒服 最詭異的就是教頭的部分 因為教頭他感應是拿著墳場的墳圖跟墳草 下去做感應 那當下師父在念經的時候 你有感覺到父親已經有靈在聚集嗎 有啊 他站在招靈過來的時候 要上教頭的身嘛 他教頭那個時候會有一個這樣的動作產生 就是因為教頭本身跟這個外靈入侵的時候 他們兩個會相互抵抗 他們相互抵抗的過程中 然後才會發現教頭那樣的行為異常 所以他當下倒下去那個時候是他自己的魂跑掉了嗎 所以他當下倒下去那個時候是他自己的魂跑掉了嗎 那說的失魂啊 倒教的說法就是卡到陰 那卡到陰其實問題是小 你相信他這個情況要是沒有馬上處理的話會更嚴重 就人會變得癡呆這樣子 然後到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阿站穎他就發現不對勁 感覺有東西在跟 好像繼續要跟著我們這群人 或者是說又想抓教頭 那時候跟過來的更多 那跟過來的他當然會找一個最虛弱的人 阿當然是找教頭 所以阿站穎當下才會說 要不要幫教頭做個法師這樣子 就是等於用火去驅軌這樣子 對 所以基本上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解說一下 當時我們在現場取這些飲料 所發生的一些危險過程 後續還是會有相關的影片推出 那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按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